有时候很明显的线索 不一定是线索 他可能是陷阱 可是有些案子呢 就是找不到线索 怎么办 警官遇到这个案子要怎么办 其实当警察有时候 印象会很深很深的 以前张车是不是 都是警察找到通知车主 这个是车主找到通知警察 嗯 这样你就撈开了吧 电头扑你知道吗 他们一台台车口航的嘛 拨命要去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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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货车不像轿车 可以开到家门口 他们停在他们家外面的一个空地 回去洗衣服 洗好要来车没贴 没贴就找原住民的巫师啊 他说你帮我问车子被偷去哪里 那巫师告诉他走海线 台宜省道往北上 那两个原住民就吹吹吹 从找到台中大甲 找不到嘛 然后再问巫师 巫师说 继续走 要继续要继续 结果爬起来后去苗栗愿意吗 继续看着他的车 我就问说奇怪你们从南投 一路找到这里来找到你的车 那那但是车上没有货了 火都给人热了 出一台航车 巫师既然这么厉害 都没有线索 那你拜托巫师帮警方能不能破案 那我那时候就 你要有虔诚的心哦 你不是要考验巫师的心哦 对啊 我就我刚刚跟你讲 我印象会这么深刻就是 他找到他报警嘛 那这个巫师很有意思说 我叫他打电话去问说 巫师能不能帮警察 他说 叫警察买冰荣来收窗 买冰荣 我就说你们被偷的时候 你先检查有没有你们的 不是你们的东西 就是车上有一盒檳榔盒 你要小偷偷了以后 他们摆檳榔 那个檳榔盒 檳榔盒看那个地址 嗯 第一个我们先调他这部车 停在外面那个监视器 结果是是 半裂的时候是一台那个 独眼镜 因为汽车大灯只有一盏亮 一盏不亮 那但是那台车没有挂车牌哦 塞我来一个就要开 头发这台座车 然后这两台车就做一个车 但是因为没有车牌嘛 没有车牌你警方断了 散毁了 但是那个檳榔盒 就是这两个歹徒 要来偷大货车之前 先在这个檳榔盘买这盒檳榔 结果这檳榔盘好巧不巧 它上个礼拜被抢 它是24小时营业的 它上次用手了 它现在装四个监视器 装四个监视器 头前车都开来 到后边到旁边 装四个监视器 我们调监视器的时候 很清楚就是 堵盘用那台车车牌又掛在上面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冰榔买之后 塞瓦要偷到这台车牌拔起来 结果他的车牌就在 买檳榔的时候露馅 然后被我们找到那个车牌 结果真的这个案子真的破了 那你会买冰榔去谢谢乌丝 你又没有 你传过水无痕你 我在跟你讲 我很好奇 我说乌丝既然这么厉害 拜託好不好 刘邦友谁做的 你又要讨厌他了 你冰榔不请人家吃就算了 因为我刚跟你讲说 我们警察印象会这么深 就是他找到他通知我们 这一连串的巧合 真的让你印象到今天 那刘邦友的案子谁干的 到最后这乌丝先挂了 乌丝没落后就聚会了 这样喔 来不及给你解答就对了 我想他如果可以跟我们说 真的大家都破格了